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了 大家一定猜到 就是万圣节 这个是由外国人传入来的 其实香港一向都有Halloween 有万圣节都有玩的 尤其是大型屋苑 小朋友都会来拍门拿糖果 但是那时候都是很少 都不是去到现在 就像大节日那样 尤其是兰桂坊 那天个个都扮鬼扮马 就在那里喝酒开心 小朋友越来越多 就拿着糖果去周围敲门 好像那节日现在开始颇受欢迎 很多这些商品 其实都顺势去卖他们的商品 做很大的宣传 现在万圣节就越来越 是很大的庆祝活动了 好了 既然万圣节 现在越来越多人 重视也越来越多人参与 那我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万圣节是什么呢 万圣节其实很简单 等于我们中国人的余兰节差不多 其实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万圣节呢 他说原来万圣节在西方人来说 其实完全和这个复活节和圣诞节是没有那样的 是完全都是两回事来的 万圣节和万圣夜 其实就是来自天主教 他们对他们的宗教的节日吸引而改造 和重新演绎的 他说万圣节源起于就是英国人的传统节日来的 就在十月最后一日 他们相信夏天就终结了 冬天就刚刚开始 这一日就在年里面最重要的标志 也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他们本来就不是叫万圣节 他们原先叫定性为 称呼这个日子 那时候还未是节 称呼这个日子为 就不是很好听 就是死人之日 或者是鬼节 这一日他们觉得就是魔鬼 就全部都出来了 死去的人的灵魂 所以就叫死人之日 都会离开他们的身体 浮游在这个世间上面 在那里走来走去 所以他们觉得这一日里面就很危险 为了要吓走这些魔鬼 让他们不要在人间里面 搞搞阵 于是他们会戴上一些面具 就扮到自己好像魔鬼 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吓到他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觉得 他是同类 同类就不要搞了 就是搞都是搞人 就不要搞魔鬼 魔鬼都是自己同类 他扮到像魔鬼 就是跟他同一类 他就不会搞他 他希望是这样 那为什么叫万圣节 其实是等于这个 万圣节的前一日 所以Halloween 其实就叫 All Halloween Eve Eve的意思就是前夕 所以万圣节其实是十月一日 这个叫万圣夜 其实我们Halloween 就是十月的三十一日 就是最后那天 就是十一月的前一日 就是这样的 其实真真正正的万圣节 其实原先定在就是十一月一日 初初这个万圣节 源于在英国那边 爱尔兰 苏格兰那些地方 但是因为十九世纪 那些人开始移民潮 很多去了北美 美国加拿大 于是就将这个习族 也都带了去那边 就在那时候开始 就有在美国加拿大 也都开始流行起这个万圣节 那万圣节的象征 我想这些象征物 大家都会见过的 第一最重要就是南瓜 是不是 那些南瓜弄到很多魔鬼的样子 那些小朋友有些很大的南瓜 那些小朋友拿着南瓜到处走 那有些农夫就种一些很特大的南瓜 那现在好像南瓜比赛了 那将它刮空了 扮了不同型的魔鬼形状 那两只三角眼 一个三角嘴那些 那好了 那除了是南瓜最突出之外 其实还有什么呢 原来还有女毛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就会是扮女毛 蝙蝠也是 都是象征的物品 那还有什么 就是黑猫 那些黑猫就是要全身黑色 那些脚也是黑色的 那些黑色的猫 还有就是猫头鹰 我想很多那些恐怖片 那些僵尸片 大家会看到蝙蝠猫头鹰 这些很象征的 那还有就是精灵 那也有僵尸 骷髅头 还有恶魔那些 吸血鬼 科学怪人 那些都是万圣节的 一些象征的物品 那些象征物 那万圣节 除了这些物品 象征了万圣节之外 还有什么颜色是象征万圣节的 那原来很多时候 他们用黑色 或者用橙色 我想橙色 因为南瓜是橙色的 也都现在开始沿用一些 是紫色、绿色、红色 因为这些都是在秋天 多数出现 比如说南瓜都是秋天掌成 那这些都是红色 比如一些红的树叶 其实都是象征着秋天 可能颜色 他们是用这些颜色 去趁托着万圣节 好了 那万圣节的活动 我们大家又分享一下 那些小朋友 为何要拿糖去 不是 那些小朋友去敲门 那是拿糖 刚才我说错 不是那些小朋友拿糖 是那些小朋友拿着糖 是那些小朋友拿着蓝 去敲门拿糖 那他一敲门 其实你就要给糖 为何呢 原来的含义就是 他来到他们来搞鬼 那你给糖 他就会祝福你们 所以你给糖的小朋友 就是说 他意思是 没有人会来搞你的 那样东西都很安宁很太平的 所以就有些小朋友来拿糖 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 尤其是在苏格兰那些小朋友 原来给糖 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唱歌 跳舞 祝贺你 你没有烦恼 不会有人再搞你的 那样东西 那些都是一些的传统 那也都有一些 刚才说了 万圣节 已经传入了去北美那边 即是美国 加拿大那边 其实那个象征人物呢 其实已经开始慢慢改变的 因为呢 本地的文化都不同 那现在呢 在欧美那边 那些万圣节呢 就不是局限于扮僵尸 扮魔鬼啊 或者是扮那些了 那其实有些英雄人物呢 都会出现的 例如呢 就譬如 因为呢 美国发生了911的事件 那其实万圣节呢 现在也有些人 开始扮一下一些英雄人物 例如一些消防员 那些 因为当日他们很英勇地去救火 其实另外一个寓意呢 也是他们呢 是很正义的 很有正义感 去驱除一些邪恶的事情 所以呢 所以呢 就不但不单是扮 级别僵尸 或者行为 其实都扮一些 很正义 具有正义感的英雄人物呢 他们都会开始去模仿啊 去扮演啊 这样的 那还有呢 有些小朋友也知道万圣节是小朋友去派堂 因为有些小朋友的家境很窮 很可能他们没有这样的装扮 其实有些慈善团体都会筹一些钱 给他们买一些应节的用品 让他们都有机会去参与 其实亦开始规模是很大的 这些类似是慈善的活动都有 所以万圣节其实都很百花齐放 有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习俗 除了这一件事之外 还有其他的活动呢 原来还有一些比赛的 就是咬苹果的 把苹果放在水中 苹果就在水中浮一下 那些人就去比赛了 那些人就在那里咬 看看谁咬得最多或者咬得最大咤 另外 外尔兰人也很喜欢在万圣节的智日 去做占卜的游戏 其中他就摸了 其中摸到 如果那个碟里面是有泥土的 那就代表他 不太幸运了 可能家人会有人过身 如果他摸到那个碟 是装着水的话 那代表他会有远行 如果是放了一些钱币 在那只碟里面 那就代表他会发财 那天有横财 如果是盛在住一些豆的话 那他就代表你的生活环境 现在都仍然是这样 如果你想改善的时候 你要等下 会有机会的 这些都是一些风俗的习惯 亦都在十九世纪的爱尔兰 都有一些少女 就会耍有面粉的碟上面 就放了一些蟲 一些昆虫类似的 其实就会是 如果他在那里爬的迹象 他会摸一摸 如果有个形状出来 这个人的形状 这些是要靠自己去思考的 他真的不会画外表 这些有些像 我们中国人说的扶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如果有一个模样出来 一个人的形状出来 就是那个少女未来的丈夫 这些都是迷信的事情 刚才说的占卜 你便当她是一个风俗来看 在北美传说如果未婚的少女在万圣节坐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面 就可以在镜里面看到自己未来的丈夫的模样 这个也是一个传说的 大家信不信呢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我也觉得无妨 例如有什么特别的食物是万圣节食的 其实特别的食物不是那么多 其实是南瓜 大家都知道南瓜是最多的 苹果酒 原来是热的苹果酒 他说是热的 不知是否坐暖它 好像日本人的沙基 我不知道 因为我对酒没有什么特别的探究 另外就是粟米糖 我想是用粟米做的一些糖 其实也好 我想粟米起码是一种天然食品 又不是那么甜 这些都是应节的食品 好了 这个晚圣节 其实有这么多的活动 有这么多的流传 也有传说 我们可以用来参考 食物我们也可以去买一些 回来应节 至于活动的话 大家都可以看到小朋友 可能要买一些糖 在家里 有小朋友来敲门的时候 你就给一些它 大家都应节 好了 也在这里祝大家万圣节 开开心心 我们大家就要庆祝西方的一个节日 好吗 OK 在这里我们讲到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